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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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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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我觉得后来让世间先生在走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痛苦是来自于这个运动的困境 我觉得我们也为我们逼迪这个 我在最近几年的几个场合都讲到 走我们这条路的人心头要插四码头 第一码头是共产党的官职报酬给我们的 那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存在 还有精神上的摧残 在各个方案群里进行打击 而且第二把刀是我们的人民给我们的 人民呢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和动力 我在1976年和1998年都体会到 但是在一个第一朝时期的时候 人民有的时候是容易被统治者所诱惡 被统治者所欺骗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感到很痛苦 我想巡献这些要命的文章 实际上也是私心裂肺 喊出这种意识的路 第三把刀就是我们同人之间 虽然我们都在一条道上走 但是因为我们海事之间 可能有一些分歧 还是按照信基督教的眼光看 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心灵中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我们是完人 在一个逆境中的时候 可能我们彼此照顾不过 刚才封书先生说 其实之间对于东岳先生的照顾 因缘也是八九年 在后八九时期的很亮的一个秘密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 这个同任之间的这种责任 这种不同的 这个不同的团体之间 不同的派对之间的 相互的这个共产 也未来是之间现在感到有痛苦 之间现在从来不是这方面的一个核心 所以承诺一下 但是呢 让他看到这个运动 当共产党那么强大 我们需要推翻这个暴政的头 而推翻暴政的人 却天天耗在这样一种内耗的头 他感到很痛苦 我们躲不过 我们扛不过去 我们就不能把道路走到底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封先生这座文卑的另外一种含义 就是 在我们遭受的所有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还是这套道场的人 我们还是不放弃我们的理念 其实 我自己走了四十年 我的感觉是 共产党暴政真的不算 我在他们的暴政下 我没有觉得任何痛苦 我也没感到任何的难过 倒是在 这条路上的低潮中间 最让我们痛苦的 也是让之间先生去痛苦的 所以这就想说呢 如果 我们这些人 还想完成之间先生的医院 如果 我们还想把之间先生 生前没有完成的大业完成的话 我觉得 我们必须 抵法 这条路走到底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式 让我们这些人能够 不管存在多少意见分歧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的不理解和误解 我们应该一起在反抗暴政的面前 团结一致 只有这样才能告别日间先生的英语 只有这样才能当中国宪政民主实现的时候 它不经济致给人民带来的权利和尊严 而且可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内耗 那些内耗其实在世界上许多的民主国家都在发生了 使得有些人在建立了民主之后 还不能够立即体会到民主的优势和益处 谢谢大家